外媒称,中国国际电视台12月30日报道称,中国的常罗斯号探测器,准备在未来几天内,受此登陆热球背面。 据德新社12月30日报道,这家电视台援引中国国家航行局的话说,探测器于30日凌晨进入预定轨道,使着陆成为可能。 报道称,预计这次着陆将在1月3日进行。 官方媒体此前曾报道称,12月7日发射的探测器,将在南极爱特肯彭迪,它与1970年以美国宇航员罗伯特·格兰特·爱特肯的名字命名着陆。 嫦娥4号携带着在月球表面封闭环境下培育蔬菜的事业种子,它还配备了全景相机和测量设备。 人类已抵达过月球的正面。 1969年至1972年,美国向月球派出12名宇航员。 1976年苏联的月球探测器,月球24号,在月球正面着陆。 此后就在没有探测器登陆月球,直到2013年中国的首个月球探测器长额三号在月球表面着陆。 另据路透社12月30日报道,主观帮的新华社30日报道,中国的一个太空探测器,将首次在月球背面着陆。 在中国寻求推进其太空计划之际,这一任务被视为重要一步。 新华社援引中国国家航线局的话说,朝额四号探测器30日顺利进入月定的月球背面着陆准备轨道。 报道没有指出何时着陆。 月球被地球朝夕锁定,月球的自转与公转最后会达到同一周期,因此,地球上永远看不到月球的背面。 以前,航线器见过月球的背面,但没有一次拉在上面。 中国在本月早些时候,发生了长额四号探测器。 它包括一个着陆器和一个探测车,以探测月球表面。 新华社称,30日85时6分,地面凑控站实施摇测数据监视判断。 长额四号探测器,以由至月面平均高度约100公里的环月轨道,成功实施降轨控制,进入近月点高度约15公里,远跃高度约100公里的环月轨道。 长额四号于12月12月首次进入环月轨道。 长额四号的任务,包括天文观测,观测月球的地形、地貌和矿物成分,以及中子辐射量和中性原子等探测,以研究月球背面的环境。 报道称,中国的目标是赶超俄罗斯和美国,成为航天大国。 中国计划明年发射自己的在人空间站。 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,12月29日报道,中国发射了,被实现在月球背面着陆的探测器。 月球正面与背面的地形和构造等,存在明显差异,通过实际着陆展开调查,不仅在科学研究方面,还有望在水资源等调查上取得成果。 进入21世纪后,成功上探测器在月球着陆的只有中国。 此次通过挑战月球背面着陆,中国有望在月球开发领域领先事件一步。 在截至目前的各国探阅研究中,有关月球背面的数据不断积累,这也是此次挑战的背景。 这是因为着陆需要地形等详细的数据。 在2007年发射,在环校月球的同时,调查详细地形等的日本探测器月亮女神位代表,2010年前后请美国的月球开测轨道飞行器等,印度的月船一号,相继对月球进行了探测。 中国则先后在2007年和2010年,发生了嫦娥一号和嫦娥二号。 不过,在美国通过阿波罗计划,将人类送上月球之后,让探测器在月球着陆的计划,几乎都没有成功。 在1976年苏联的月球24号,着陆到2013年中国的嫦娥三号在月球正面着陆,这之间存在37年的空白。 进入21世纪后,在月球实现着陆的只有中国的探测器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提出,再次将人类送上月球的计划,随后,全球对探月的关注出现升温。 不仅是国家、民营企业的月球旅行和月球资源开发等计划也浮出水面,但都没有明确的时间和具体的计划。 报道称,提出成为航天强国,积极推进太空开发的中国将月球探测定位为重要计划之一。 继嫦娥四号之后,中国正在推进2019年发射嫦娥五号,从月球带回岩石等良品的计划。 在全世界展开月球探测和开发竞争的背景下,中国已经领先一步,这似乎决定无赢。 2018年12月8月2时23分,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,用长征三号引运载火箭,成功发售长额四号探测器,开启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的探测之旅。 新华社记者江洪景 是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买赞哦。